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1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星期五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重點時事 我們是時候要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中國大陸當今 在 西方世界裏面的活動範圍 還有 活動的成果 我們刻然發現 中共 今天在外國的所有活動 成果可以用 非常之風石來形容的 不過 不是對中共 的霸權 那方面 是對全世界 追求民主自由 的地方 更加堅決 對付中共的這一方面 中國非常之風石 我們這節 是恥笑 盤點一下 就是中國大陸 多樣 在西方世界 尤其是英國 大搞的大外宣 還有共匪活動 他們差不多 成功地每一次 都使得整個英國 整個西方社會 舉國上下 都是更加一致清晰 重新加強 reinforce 這種叫做反共的意識 所以不禁要問 上次派來 那兩個小粉紅 在倫敦火車站搞事 這是不是間諜 麻煩你拉他回去 槍斃了 因為他使得 西方世界 的政治人物 和政客 還有市民 更加團結 這班人真的是居心叵測 我說過那兩隻共匪 這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廣告切斷一點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踏入2024年 YouTube經營更加困難 因為YouTube又再重新調整了他的盈利 所以 等於又是對我們這些content provider 進行黑購 可能廣告收益下跌了 總之就是要Cut YouTuber 的盈利 所以我們又是只能夠繼續咬緊牙關 繼續做下去 希望各位繼續踴躍幫手支持 所以請大家身體力行 記得 真的打開節目清單 幫忙做啦 我們回來盤點一下 中國大陸的共匪 他們每一次基本上 做的事只有反效果 跟香港 李家超政府做的事差不多 他們每一次做的事都是想 激起民憤的 所以發生在這個 倫敦火車站 的鋼琴加騷擾事件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擔心 雖然這些共匪 相當之囂張氣炎 但是我只知道 他這樣搞完之後 只會令到英國 上上下下覺得中國共產黨更加討厭 因為當時兩隻死共匪 就是拿著五星紅棋 我們一齊來盤點一下 他們做過的事 例如早前在這個 Big Link 紅磚牆 紅磚牆 也是一個倫敦的地標 當時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將中國大陸 的和諧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愛國 寫了在牆上 立即引來 全英國 是反彈的 本來可能 是 暫時遺忘了的人 忽然之間 全部醒了 全部著燈 立即到了這個 紅磚行上面 寫了 香港人的標語 即是說 民主自由的世界 繼續要跟這個中共對抗 寫上香港人加油 光復香港 還有時代革命 即是說 這個 中國大陸 出來 是每一次搞搞陣 只會使 反共的人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更加的信心堅定 這次火車站事件 都不枉多樣的 火車站事件 現在的鋼琴早前就是被封鎖 但是最新的消息顯示 就是鋼琴 獲得暫時解封 結果 是引來一大群人繼續在現場打卡 以及圍觀 據說在現場甚至乎有8964的標語出現 因為我們知道了 對著 這一群小粉紅 這一群級的殭屍 他們最怕就是咒語 只要在現場出現8964 他們 就會收皮 也不能再在現場拍片 因為一拍片 他們就會被抖音、微博、微信封號 所以這一群 真的是吸血殭屍 你只要在他們面前唸咒 他們就會收皮 現在更加在倫敦的火車站 更加有香港人用鋼琴 彈奏願榮光歸香港 引來在場的人 在圍觀 還有 拍照、拍片留念 好了 他們又成功令到這個地方變成了 反共的地標 他們不單止 不能夠團結 在海外的小粉紅出來將上述地方包圍 更加是令到這個地方 成為了在英國一個重要的 反中 反共的地標 即是說 其實這一群叫做 在海外的共匪 我真的有理由懷疑他們根本在 從事近破壞中共的工作 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令到 這件事適得其反 凝聚不到任何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垃圾國家 只是令到全世界所有人 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常之土人厭 所以我絕對有理由懷疑 這個自己自稱是英國人的死五毛 根本真的可能是英國間諜來的 我覺得應該 要把他們好像秦剛那樣 把他們拘捕 然後嚴刑逼供 然後 要把他們間諜的證據找出來 所以我們認真盤點一下 當然有些人看完那段影片 覺得很擔心啊 在英國的你們是不是很危險 這裏真是 很認真告訴你 一點也不危險 這裏他們每次出來搞完事 就是整個英國舉國上下 想辦法對付他們 即是說 這些 中國大陸在海外的行動 今天 已經是不能夠跟10年之前相比的了 他們每做一件事 只會 招致 更大的反彈 實際上他們的囂張氣焰 只能夠 一時三刻 當事情越搞越大的時候 他們 就只會 揣途而已 因為如果繼續把事情鬧大 他們甚至乎可能會 被調查間諜 又或者被驅逐出境 所以 在 有文明和法治的地方 不是香港 是在英國的倫敦 或者整個英國 其實 真的不用怕共匪 共匪越硬來 共匪越打橫來 其實他們死得越快 他 一時三刻說自己受歧視 所以呢 他們受到保障 這件事 是西方社會普遍的通病來的 尤其是歐洲 歐洲 就是由於 經歷過 兩次的大戰 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 他們對於種族歧視 種族仇恨 是非常非常之避忌 是一個很重要的禁忌 所以 亦都使得這一班共匪經常擋在 種族歧視 辯護理由的後面 如果當日他們不是用種族歧視的原因 作出辯護的話 我亦都相信 在現場的警察 未必會站在他們那邊 好了 所以其實香港人VS這班共匪 是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理論上 香港人也是少數族裔 而且 我們如果跟他們開拖 他們就不能夠 用種族歧視來作辯護 即是說 其實他的種族歧視 的辯護理由主要 是針對白人的 因為白人 真的是 因為白人這個 種族 其實很神奇 他 真的在反省過去自己做錯了的事 你也可以說 其實近年 近代是有矯枉過正的情況 所以你才出現了 在美國 出現了這個黑命貴運動 可能要有白人 向黑人下跪道歉 出現了很多 奇葩 的情況 所以其中一個對付小粉紅的好方法之一 就是香港人團結起來 香港人跟他們鬥示威 他們就不能夠 用 種族歧視作為辯護理由 去為他們自己共匪的行為辯護 即是說 好像在玩鬥獸棋一樣 我們應該 根據對方出牌的順序 出棋的順序 用回克制他的棋 來對付他 每次共匪在海外搞搞陣 每次都是七雙拳來的 甚至乎連七雙拳也沒有 傷不到敵人 他的敵人當然是英美 但他每一次 都會有很大的反效果 所以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真的好像 越玩越死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大家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大家可以這樣子一點啊 剛剛話發生 我想想想想想行為你會用索瀏覽